我国的黑刺榴莲 让香港著名美食作家蔡兰 组了一支21人的亲友美食团 亲自率队来到槟城 是要吃到多年来听闻跟猫伤亡并列 榴莲界顶级极品的黑刺榴莲 这次来主要的是 听说有一个新的品种叫做黑刺 那么大家说是一年几年的冠军 我来试试看这个黑刺到底是什么意思 多次来槟城的蔡兰也化身为冬道主 为亲友介绍凉热餐 包括他本身很爱吃的凉热粽子 槟城我来过很多次了 那么每次来都会吃一些槟城的草莓雕 槟城太多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蔡兰曾经在2010年 为猫伤亡发表过一篇文章 随即在香港掀起吃猫伤亡的热潮 这次黑刺是否能打响海外知名度 蔡兰直言会在脸书直播 跟粉丝分享品尝黑刺的过程 到时蔡兰会如何评价黑刺 敬请拭目以待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